289 《中國經營報》 暴風TV即將面世可以加速互聯網佈局 2015年7月27日至在公司C03 吳清暴風科技牽手海爾集團旗下的日日信 加入了當前擊戰陣陷的互聯網電視戰局 入前,暴風科技 馮音正式宣布與海爾旗下物流平台日日信 奧非動漫、三諾數碼成立合資公司 共同打造互聯網電視暴風TV 可以是一個正在轉型的家電企業 暴風是典型的互聯網企業 可以旗下日日信有渠道和服務 暴風有用戶 這兩者之間到底能拆出怎樣的火花? 暴風TV肉打造娛樂生態圈根據協議 四方將聯手創辦統帥創自家公司 通過在內容製作、內容播放、硬件研製 物流服務等方面進行資源對接 共同打造互聯網電視暴風TV 公告顯示 暴風科技與暴風控股將合計持有 統帥創自家百分之五十股權 入日信持股百分之二十一 奧非動漫以五千萬入股百分之十 造音響的深圳三諾持股百分之五 其餘為合資公司團隊持股 據透露 暴風科技將與日日信成立的合資公司 我互聯網公司的模式來運作 預計將在青島、深圳有兩個運營中心 其中 青島運營中心負責物流配送、售後服務 深圳運營中心負責內容運營、傳播營銷、 合資公司則由2015年4月重倉為 集團彩電視業部副總裁任賞轉會 現任統帥彩電 CEO 的劉耀平領航、暴風TV 的製造、 銷售和運營由新團隊負責 可以集團倫席總裁周雲極告訴中國經營報機者 日日信作為開放平台歡迎各個品牌入珠 此次與暴風的合作是看中了其強大的用戶基礎 互聯網品牌最重要的試用戶 暴風影音日活躍用戶已經突破五千萬 註冊用戶三億 這就是暴風TV 強大的用戶念性 為何選擇日日信? 冯音表示 主要是看中了日日信片報全國的一萬多家網點 和一萬七千家社區服務中心 現在互聯網品牌電視其實很多 製造已經不是問題 但渠道和服務是個大問題 傳統企業多年來積累的優勢後來 這很難在短時間內趕上 按照合作遇上 暴風科技旗下暴風影音是中國主流視頻播放器之一 暴風科技本身也有一定的內容資源 奧非動漫具有動漫資源 可以電器將利用日日信的渠道優勢協助銷售暴風電視 如此 形成內容製作、內容播放、生產製造、銷售配送 售後服務的完整產業鏈 打造娛樂生態圈 又合作轉向合資 成為今年互聯網電視業的鮮明特點 奧維雲網 黑電視業部總經理董敏認為 合作基於雙方的訴求 一方面 隨著國內採電市場進入低迷期 傳統電視廠商銷量利潤到增長困難 另一方面 互聯網公司受樂視啟發 利用自身優勢設入採電終端 以更好地拿著用戶流量的入口 近兩年 智能電視領域合作頻頻 比如 TCL 牽手外旗藝推出TV加 倉惠豪開與阿女打造阿女電視等 董敏認為 傳統電視廠追求直接銷量增長 而互聯網公司關心的是流量入口 而不是電視銷量 合作中會產生分歧 因此 尋求深層次的資本合作成為優選 一旦合資 電視廠與互聯網公司才會結成真正的利益共同體 或成三國格局合作消息一出 讓連 H.業內人士頗感意外 而小米和樂視可能不僅僅是意外了 兩家公司激戰震撼 半路突然殺出暴風TV 難度將上演三國爭霸的局面 逢陰也大方承認 暴風TV的對標品牌就是樂視和小米 我相信很快每一台電視都是互聯網電視了 但目前還沒有一家早到領導品牌 像可口可樂那樣能代表一個行業的品牌還沒出現 暴風仍有機會 樂視 小米電視的推出就是這載互聯網大勢 在傳統家電轉型的困難時機 迅速推出成為市場的新種 但橫軟軟說不想成功 數據顯示 2014年中國電視廠商智能電視銷量3110萬台 樂視為150萬台 小米僅有30萬台 與小米手機的爆紅形成鮮明對比 對於樂視而言 銷量也並不如人意 排在傳統家電企業海信 此 C.L. 創圍 長紅等之後 銷量不到海信的五分之一 更為關鍵的是 樂視電視依然處於賠錢賺要學的階段 據熱內人士估算 樂視電視每買一台虧損400元左右 去年期天津生產工廠虧損就達3億多元 今年預計會虧得更多 對於小米而言 小米手機的定位主要在25歲以下的年輕人群 一般結婚買房子裝修的時候才需要買電視 小米手機的客戶人群不能有效轉換 家電產業觀察家梁振鵬分析認為 小米手機靠AMS 快递就可以 但電視機不同 需要配送 安裝 需要建立自己的物流 售後等渠道 正是看中了小米、樂視的這些軟辣 暴風TV來西洶洶 相比小米和樂視線下渠道 暴風TV模擬更具優勢 雖然小米、樂視有先發優勢 但它們的電視業務相對獨立 力量並不強大 相反 暴風具有後發優勢 通過與傳統家電巨頭的合作 在物流、渠道等具有顯著競爭優勢 一位萬維家電網的人士分析表示 公開資料顯示 日日順雲店營銷網擁有3萬家體驗店 以及社區服務網的1萬7千個社區服務中心 明顯超過Ledport現有的500家體驗店 和小米現有的100多家體驗店 在新任掌陀者劉耀平看來 未來互聯網電視品牌不會超過5家 真正的互聯網電視企業所具備的條件 應該是3家2模型、3隻供應鏈 物流服務、體驗店 2隻互聯網的海量用戶和互聯網品牌 前面的3正是暴風TV的優勢所在 而從未來的戰略佈局內看 樂視以電視為起點 硬件延伸至手機、電視、汽車等 打造生態鏈上的閉雲 小米則是從手機向電視、空氣淨化氣、 智能空調等智能家居產業鏈的整體佈局延伸 而暴風TV則是聯合4家企業資源在內容製作、 內容播放、生產製造、銷售配送、 售後服務的完整產業鏈 打造娛樂生態圈,方式上各有不同 但無一例外地都通過自身網絡平台低價銷售電視 後續靠內容、服務產生收益 樂視視頻在內容上得天獨口 小米CEO呂君也表示將拿出10億美元保齊內容短版 內容和採購版權方面暴風並不佔優 因此在發布會上 劉耀平還特別提及華數、銀河等 牌照方的到場 僅靠牌照方來保制內容短版明顯不夠 梁真彭直言,暴風科技屬於熱線視頻網站 君優豪、愛奇藝等環有明顯差距 這兩者聯合,未來前景並不十分樂觀 據了解,在暴風之前,樂視、優豪、愛奇藝與 PPTV、PPPS等視頻網站早已加入互聯網電視領域 暴風科技算是主流視頻網站的最後一加入局者 也就事說,暴風TV一面細便將面臨小米和樂視的強大壓力 2013年前互聯網電視環視一片南海 兩年後的今天,暴風TV實際上已錯失最佳進軍時機 梁真彭對記者表示,而且互聯網電視並沒到行業爆發期 未來兩年市場增長空間有限,不管怎麼說 暴風TV的橫空出世,家電市場或將難免伸一輪血與腥風 當然,暴風海爾能否破局現有的智能家電領域 在與小米、樂視等的較量中能否佔優,還有待時間來驗證 海爾的黑電野心對於海爾通過暴風TV進軍互聯網電視行業 不僅是海爾互聯網佈局戰略的延伸,還可能是其黑電產業的一次突破 有熟悉海爾的業內人士對記者透露 與暴風科技合作的是海爾旗下的日日信 而不是海爾集團的全部電視業務 他對記者表示,海爾電器手中握有的指是海爾旗下的統帥品牌 定位中低端,而海爾品牌則依然在青島海爾手中 據了解,統帥創自家市可以為此次合作於六月光成立的新公司 承接了海爾指品牌統帥採電的全部業務、資產和人員 中金公司分析師何偉告訴記者,通過此次出讓統帥創自家控股權 海爾方面預計獲得2.3億元的投資收益 此前海爾還增出售淨水氣參股公司百分之十股份 這種出讓新興業務的控股權行為,顯示出海爾尋求價值合作 培育新興業務的戰略思維 這也能將公司的日日信渠道優勢發揮到最大 促進參股新興業務的發展壯大 何偉說,記者查閱海爾2014年年報顯示 海爾旗下主要有統帥海爾兩塊電視業務 海爾電器旗下的統帥創自家負責海爾的統帥品牌電視業務 2014年銷量41萬台,屬於三線品牌 海爾集團旗下海爾品牌電視2014年銷量351萬台,屬於二線品牌 目前和阿呂深度合作,主推阿呂雲電視 上述業內人士對記者表示,雙方未來也將成立合資公司做電視 未來可以集中精力做阿呂雲電視,阿呂也會給它更多的資源 形成合力,可以跟其在電視領域的動作並不止於此 就在6月18日,青島海爾聯合東方明珠新媒體參加 至少池股份定向增發,營購3.71億元,佔股份1.58% 少池股份是業內之名的彩電代工企業 也是海爾的主要供應商,東方明珠新媒體擁有豐富的牌照資源 是一線視頻企業,青島海爾參股後,將用自己的日日順渠道協助推廣合資公司電視 這說明,海爾已經預發認識到其獨有的物流與渠道優勢 並將資公效最大化,並在互聯網電視領域宣布好局 何偉說,事實上,海爾旗下的渠道綜合服務商日日順優勢明顯 尤其是傳統電商難以企及的三四級市場,可以在一九年間 擁有各級專賣店三萬二千家,這其中原區有九千餘家,鎮級有兩萬餘家 此外日日順綜合店環有三千餘家,日日順也為可以帶來了巨大的收入 海爾電器材報顯示,其2014年收入為671.3億元 而其中渠道綜合服務業務的營業收入達到622.33億元,佔比高達92.7% 但在渠道建設優勢明顯的可以,依然存在明顯的短板,不得不承認的一點是 雖然海爾當年來先後重金佈局手機、電腦、彩電等黑電領域 大家印象中的可以依然是一家百電企業 在梁振鵬看來,海爾的優勢都十分明顯,優勢在渠道建設、售後服務、品牌塑造等方面 略細則在技術研發、用戶深層體驗等方面 像冰箱、空調等白電領域多年來技術革新不快 更多的是外形、款式等方面的變化 而像採電行業經歷了二企、四企、八企、C、R、G等 梨子奧等的更新換代、電腦等更是一年多變 梁振鵬說,白電領域更像是傳統機械製造業 而包括手機、電腦甚至電視質更像 發產品、打造品牌、建好渠道、造好售後 你會發現海爾的思維說到底還是傳統機械製造業的思維 這種思維寄成就料海爾的渠道為王、白電領域的成功 也成為哲擊手機、電腦、電視等市場的重要原因 海爾統帥和暴風科技都不是所在領域的一線品牌 如果不根本上改變這種傳統思維 海爾電視機乃至黑電產業都難有大的突破 梁振鵬說 梁振鵬說 海爾電視機 海爾電視機